你已經把資料抓下來了 所以剛剛重點 假設未來你遇到那種狀況是 你沒有辦法用Crateable抓的話 那其實這一招真的還蠻方便 他只要能夠讓資料放在瀏覽器裡面 他就可以把瀏覽器裡面的資料再抓到Excel了 所以其實也就是這樣講 只要是那個資料可以在瀏覽器中顯示的話 沒有抓不下來的道理 不過當然現在還有一些特殊案例 因為這個爬蟲的水分非常深 有很多其實現在除了有爬蟲 現在又慢慢興起一個叫反爬蟲 所謂的反爬蟲就是 我知道你要爬 所以我不讓你爬 但是我可以讓你看得到 但是我卻讓你爬不到 這個就有點 所以要怎麼樣 你就變成說如果你假設你一定要爬到那個 那你就要去分析 到底他做了什麼保護措施 那你把那個保護措施解掉的話 那一樣可以把資料抓回來 反正這個其實是 是額外的 不過目前你們如果假設 期末報告如果遇到那種網站 我想你就暫時先不要抓那個吧 不要自找麻煩 你找一個真的比較可以抓 所以我這邊提供給各位就是這個網站 這個網站只要你跟交通有關的相關資料 裡面非常的詳細 舉凡什麼高速公路的 另外還有什麼台鐵的 所以像最近台鐵不是要改革嗎 當然行車事故這邊有台鐵所有資料 然後還有什麼高鐵的還有捷運 甚至你可以做個比較 到底那個行車事故裡面 台鐵跟高鐵還有捷運 到底相差多少 你可以做個比較圖表 我覺得這還滿好的 這是一個題目嘛 甚至的話你可以捷運之間可以比較 可以這麼多捷運 因為台灣現在好像賺錢的應該只有台北捷運 那如果跟其他的捷運比較到底差在哪裡 有沒有他光那個就是使用的人數有沒有差距多大 為什麼會賠錢 如果其他地方如果假設要蓋這個交通設施的話 那注定就賠錢了嘛 所以很多地方也開始說我也要蓋錢 可是如果你蓋的時候呢 最後賠錢那到底怎麼辦 你還是要列預算然後去填補那個控 可是啦交通建設我覺得真的對很多人來說是方便啦 像這個台北捷運真的太方便了 OK 不過我後來發現最近搭了心得感覺好像板南線真的不用等 可是我發現那個綠色的整個每次都等好久 那個還有紅線有沒有 每次都等好久 所以只要搭我寧可看能不能只要做板南線 只要轉線的話時間也要算 不然的話可能要等更久 那其他的話還有這些啦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在這裡面找到非常多的資料 甚至它底下還有包含什麼氣象有沒有 氣溫、濕度、日照等等的啦 你也可以啦 甚至是地震、颱風 那這些資料好像除了在這個網站上有之外 在那個政府的開放平台裡面也有 所以兩邊你們可以自己再參照一下 看哪邊的資料對你來說比較容易取得 然後比較容易針對你的報告比較有幫助 你就可以去做一個延伸 OK 那最後的話當然我們就畫圖啦 畫圖就是把它全部折印畫出來 就是這一個嘛 就是造勢建數 然後它的時間在這邊 它的建數在這邊 所以我把A1一直到B2、3 這個範圍選起來 然後畫個圖 有沒有 然後一樣啦 就是這個A1 A藍跟C藍也畫個圖 一直類推總共有1、2、3、4藍 所以我需要畫全部直接畫四個 OK 有沒有四個 從這邊 87年 一直畫到108年 可以看得出來 造勢建數好像有例年 好像有減少的感覺啦 死亡人數的話好像也都好像沒有減少太多 那受傷人數的話好像在87年的剛開始 比較遞減 可是後來好像也一直持平 那底下的話有違規建數 好像都差不多 OK 可是為什麼還是感覺好像不夠安全的感覺啦 最近好像也是針對這個部分 大家也一直有話題啦 所以這個畫圖部分因為跟前面一樣 所以這個繪圖的部分 請各位就自己再看啦 因為跟前面的美元其實差不多 如果你不會畫的話 你可以畫第一個跟第二個 再把第一個跟第二個的規則找出來 那底下都差不多啦 OK 把圖畫出來 所以我的期末報告部分 我希望看到的 就第一個 就是一定要有VBA VBA主要就是兩個重點 一個是爬中 一個是繪圖 OK 如果你不會的話 你可以用錄製的 或者是你可以用ChargePT 或者你可以在我雲端白板上面看到其他範例都沒關係啦 那大概是這樣子 那除了這一題之外 也許你們可以再試試看別的 換個資料 然後一樣可不可以抓一下 如果可以那表示應該沒問題 那除了這個範例之外的話 或者你們可以再試試看 抓一下台鐵 不過他這個資料庫其實蠻混亂的 他給的資料可能還要再摸索一下 比如說他的 什麼有責任 無責任 假設查詢一下 他給的資料就這麼多 OK 假設這個表格好了 你可以下一些條件嘛 然後打勾他就會出現這個欄位 然後他就跳出這一個 那如果假設你要把這個資料抓回來的話 比如說其實主要是這個網址改變了 其實他還沒改變 有沒有 他主要就是說 比如說我剛剛換一下 換成那個 這個主要查詢裡面 換台鐵好了 或者甚至高鐵這邊也有啦 高鐵好像這邊也有嘛 高鐵查詢一下 高鐵就變動 不過高鐵怎麼那麼少啊 高鐵好像沒什麼做的價值 而且其他好像都沒有資料 表示應該沒有死亡人數 可是為什麼那個台鐵 台鐵部分其實是蠻多的 OK 這個資料 那假如說你要把這個資料 全部抓回來的話 不過他好像有一些資料 有一點點 他是除了年之外 還有月 OK 所以如果你要查這個資料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把它避開年的部分 還是怎麼樣 週期的話是每個月 不要包含 不要含年 或者只要年 你可以調整一下週期 有沒有 然後從81年到一百 常常最新就是110年 然後裡面的話 他還可以讓你去做一些統計值 OK 按查詢 這邊就出現了 這個資料好了 那這樣的話就是 每一年的週期 就不要是月份了 OK 這邊是可以調整的 有沒有 從這邊 這邊可以調 OK 本來他好像是這一個 月韓年 那就要混在一起 你把它改成年好了 然後統計值 看你要不要變更 如果不變更大概這樣OK 那你可以看到呢 如果換個資料好了 比如這個資料 上面不是網址會變動嗎 那你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那如果假設要改的話 其實很簡單 就是直接把它貼到這個程式 其實其他都不用改 其實就改這裡 把這個網址 有沒有 看你要不要先刪掉 留下前後雙尾套 把這個剛剛那個網址貼到這裡 OK 有沒有 貼上來 然後再把它Run一下 不過呢 Run的時候 你可能要改一下底下程式 不然的話會出現 哪些要改呢 其實理論上應該按右鍵檢查 理論上T Table應該不用改 可能需要改的部分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的TH 因為我們TH本來有幾個 本來好像有只有1、2、3、4個吧 現在變6個 OK 所以呢 上面都是TH 然後底下的話 我看一下 底下的這一列的話 應該規則也一樣 都是TH 底下都是TD 所以這樣看起來 好像我程式幾乎不用改 因為我這個程式 底下這個都跑回圈 所以回圈的數量 它會自己去決定說 它裡面有幾個 我試試看好了 其實我這邊不改 然後大家如果不確定 按F8 然後有沒有 它就Navigate到那個台鐵的資料 然後讓它等個3秒鐘 去幫我把這個 抓下來的那個網頁裡面的 那個Table抓出來 然後呢 把它的一列的資料抓出來 然後把每一列的資料的TH 所以判斷一下TH的數量 也就是假設是第一列的話 那就是用這個底下的規則 反之就是底下的規則 OK 這是第一列 所以第一列 有幾個 這邊好像看不到它總共幾個 但如果你假設想要知道 到底它裡面有幾個 有個方法 就是你可以把這個TDs.Lag 這中段模式的時候 用那個檢視的 叫即時運算視窗 加一個問號叫Printer Printer它裡面的資料 就這個TDs.Lag 7個 所以它等於是說呢 它會… 欸為什麼7個 看一下是不是7個 對啊 因為這個也包含 1234567 所以它會把這些資料 一個一個幫我抓回到這個地方 那因為第一個是空的 所以第一個沒有 第二個有了 第三 第四 有沒有 所以其實這個地方 如果針對這個網站 好像你就會取得很多交通事故的資料 OK 那第一列OK之後 在第二列以後了 底下應該都一樣 所以把它執行一下 有沒有 OK了 所以你換個資料 馬上又可以 所以只要跟交通有關的 我想這個網站應該就夠了 OK 所以這樣子 然後其他都變一下 只是說把那個折線圖 換成是別的資料呈現 當然 剛剛有同學來講說 其實它感覺做一個好像不過癮 其實它可以做兩者比較 我覺得比較 有比較才有傷害 那單單看台鐵感覺沒什麼 那如果台鐵如果再跟高鐵比的話 或者再跟捷運比的話 那簡直要進步的空間太大了 所以以後如果台鐵也能夠像那個北捷 或者是高鐵這麼傑出的話 那不得了 台灣的交通簡直是無敵了 OK 全世界恐怕沒有這麼方便的一個交通設施 這麼安全又這麼便利又這麼快速 OK 那所以剩下來就是你們去試試看這個網 所以我剛剛其實只是變動一下資料 這裡的話就是針對我上面這個網站 這裡其實資料太多了 台鐵的主要是針對台鐵 有沒有然後主要我變動一個週期 因為原來週期好像它有月又有年 我覺得太複雜了 或者你要更細的話你可以用月啦 不過月可能會太多了 因為每一年有十二個月 哇那資料量可能非常龐大 但是啦相對的也比較細 你可以看出每個月的變化 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再去斟酌一下 然後呢其他的話就是說增減 現在統計值是不是要做一些其他的這個計算 然後還有這些什麼表 這好像也可以設定啦 只是這個我沒有特別去 甚至還可以讓你下載Excel OK 好那其他的部分 這個我想自己再玩玩看 這個網站其實就還蠻值得 如果你實在是不知道做什麼啦 這個就已經很足夠了 那其他的話還有它這個裡面還有甚至還有什麼 還有氣溫耶 還有濕度耶 還有降雨量 我看一下 哇這好像這個 這個跟另外一個範例有點類似耶 查一下 這邊有對不對 其實我另外有一個範例是這個 叫用IU下載氣溫與降雨量這個範例 那其實這個也有 我看好像兩邊的資料好像都一樣雷同 這個是中央氣象 以前要去中央氣象 現在的跡象已經升格要數了吧 然後他的網站這邊也有這個資料 好像長得蠻像的 那跟我們剛剛那個 這邊看到的 差別好像是 這個 他的那個 縱軸跟橫軸好像是顛倒 有沒有就是 他的欄位名稱 他的這個是在這邊 有沒有 那月份在上面 那可是這個交通部的那個是剛好顛倒 而且我這邊好像條件我剛剛沒設 所以我其實我如果要找到 這邊其實也可以什麼 黏的部分就好了 可以把它查詢一下 那平均氣溫 那你可以看到 他這邊就從那個淡水 從民國87年 到這個111年的平均氣溫 不過你可以看得出來 到底有沒有升高啊 最近好像一直在倡導那個要減碳 因為氣溫升高 可是你們可以看起來 好像 好像沒什麼升高太多啦 反而 反而跟 去年跟前年比好像也反而降低 不過這個你們可以利用這個平均氣溫啊 或者是這邊還有什麼 除了平均氣溫之外 甚至是裡面還有什麼 降雨量之類的 這個我想都可以拿來做利用 好,試試看好了 那我們先下課休息一下 待會再來看其他的練習